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美国的犯罪选一篇 天伦节 卡罗林是小镇上的一名医生 这天,急诊室送来一个受伤的女孩 因抢救无效死亡 女孩面部血肉模糊,无法辨认容貌 卡罗林从同事口中得知 女孩是本质的玛莎 据推测,玛莎遭到了歹人的殴打 然后被扔在了池塘边的雪地上 卡罗林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看着年轻的玛莎惨遭不幸 心中不禁一阵惋惜和悲弃 下半回到家里,丈夫本和女儿小朱迪 正在厨房准备晚餐 卡罗林正要把玛莎的事情告诉本 警长暗想了他们家的门铃 他们与警长的关系一向不错 可这次警长上门却神情沉重 然后吞吞吐吐吐地说 想找他们的儿子雅各布问点事情 卡罗林回来的时候 看到儿子的车在车库 便让小朱迪去把哥哥叫下来 在卡罗林和本的追问下 警长说起了玛莎遇害案 据了解,雅各布是最后和玛莎在一起的人 本听出来警长的意思 见了楼上,发现哥哥不在家 卡罗林不禁担心起儿子的安危 他担心歹头把雅各布和玛莎一起殴打了 警长提出,想要看看雅各布的车子 本去警长没有搜查令为由拒绝配合 无奈之下,警长只要回去找法官申请搜查令 本嘴上维护着儿子,但其实心里也没底 警长离开后,套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车库查看儿子的车 谁知,竟在后备箱发现了 沾着鞋的千金顶和手套等物品 看到儿子真的犯下大错,本心痛不已 这边,卡罗林联系了律师朋友后 小朱迪表示,早上他就发现哥哥情绪不对 原因是,哥哥想租辆大点的车 带朋友去参加东京舞会 但爸爸认为,雅各布已经16岁了 是该学着自己付钱了 俩人因此发生了激烈争吵 爸爸意识没控制住,还动了手 接着,小朱迪无意说落的嘴 卡罗林这才知道 雅各布早在9月份就和马莎谈恋爱了 车库里,本决定把儿子销毁证据 他将沾着血的毛巾烧掉 清洗干净,可能是凶器的千斤顶 又将整个后备箱清理的一边 然后把妻子车里的千斤顶放进儿子的后备箱 又在后备箱里放了一些日常工具 本处理完一切准备离开时 忽然发现,一只带鞋的手套 被他忘在了门口的铁桶上 本刚要收起来,警长已经带着搜查令来到了门口 好在,车库里灯光昏暗 警长没有发现,本悄悄把手套装进了口袋里 警长看了看雅各布车子的后备箱 又注意到车库里的一些痕迹 心里明白,本已经提前动了手脚 他提醒本,如果雅各布真的犯了罪 那本的行为也触及了法律 随后,警方扣扬了雅各布的车子 又去搜查雅各布的房间 最后在抽屉里找到一张马莎的照片 这足以说明雅各布和马莎是认识的 律师朋友赶来向警长了解情况 这时,本把他的发现和处理办法告诉了妻子 卡洛林听后觉得本的做法太过鲁莽 出现在雅各布后备箱的血不一定就是马莎的 如果本毁得了证据 恰好能证明雅各布是无辜的呢 但在本看来,马莎已经无法起死回生 他必须要保护自己的儿子 律师朋友送走警长后 卡洛林打算把事情告诉朋友 但被本指指了 接下来,本到处张天寻人骑士 寻找雅各布的下落,但一无所获 尽管案情还没有彻底查清 但镇上的居民已经认定 雅各布就是凶手 小朱迪遭到同学们的排斥 卡洛林也被迫关了科室 一家人心情复杂的过了五周后 警方逮捕了躲在朋友家的雅各布 雅各布因涉嫌谋杀 被关在了青少年拘留所 本和卡洛林得到消息迅速赶来 但雅各布神情阴郁 敌出情绪明显 不管他们怎么着急怎么问 就是一言不发 那样则着实欠打 第二天预审时 居民们聚集在法院门口 高喊着反对保释严惩凶手 对于谋杀罪名的指控 雅各布不认罪 加上他未成年 也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法官准许了他的保释 雅各布被保释回家后 本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 后果那天早上 不可向儿子举起拳头 雅各布肯定是受了他的影响 才变得性情暴躁 闯了大火 卡洛林爱慰丈夫 现在不是自我责备的时候 他们需要等儿子开口 说出事情的真相 雅各布无法体会到父母对他的爱 只觉得根本没有人真正关心他 理解他 于是在深夜里独自痛哭流泪 次日晚饭时分 有人打了电话恶语相向 奔怼了回去 并维护着雅各布的清白 此时 雅各布终于敞开心扉 讲述了事发经过 那天 他接上马莎后 马莎得知 他没有租到去东京舞会的车 便不停地埋怨他窝囊 没用 雅各布将车子停在路边 决定好好吵一架 马莎要爆出 他怀孕了 但也直言 孩子肯定不是雅各布的 雅各布停口还是很冷静 只是让马莎自己决定 究竟要和谁在一起 等他们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 车轮陷进了学历 雅各布拿出千斤顶等工具 仍然无济于事 马莎见状 又开始喋喋不朽 说要是跟人谁谁谁在一起 现在都到家了 雅各布受不了了 一耳光山了过去 马莎毫不示弱 挥动撬棍 差点将雅各布抱头 雅各布彻底被激怒 他去抢撬棍时 将马莎推倒在地 马莎不偏不已 一头站在千斤顶上 雅各布告诉父母 他真不是故意的 而且非常后悔 当时的冲动行为 卡洛林得知真相后 觉得事情还不算太糟糕 相信陪审团也会认为 一切都是意外 不受谋杀 但本却显得忧心忡忡 他不想拿儿子的人生做赌注 第二天一大早 父子俩先后来到了车库里 等让儿子放心 警察扣押之前 他也把车里清理得很干净 本人认为 既然警方没有人证悟证 那么雅各布没必要说出 不利于自己的话 他想了一夜 重新编排的事情经过 当时雅各布和马莎 扣在雪地里后吵了架 雅各布便把车子和钥匙留下 毒气离开了 等到又回来找马莎时 马莎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雅各布想着 自己肯定会成为疑犯 便恐惑地把车子开回家 然后躲了起来 本的律师朋友不擅长刑事案 便给他们介绍了一位 出色的刑事案律师 雅各布听了父亲的话 将重新编排的事情经过 告诉了律师 律师得知 雅各布当时和马莎吵架 是因为马莎怀了别人的孩子 更加觉得这场官司胜券在握 回家的路上 雅各布向父亲说出了内心的纠结 他不确定这样说谎对不对 本表示 他首先要做的是拯救雅各布的生命 雅各布可以说他是个伪君子 但如果他不能为家人挺身而出 才是最糟糕的 雅各布第一次真切体会到 其实父亲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挨着他 卡罗林得知 本缩手儿子说话非常生气 他认为这样做只会害了儿子 可本让妻子好好想想 难道真的要让儿子为了一个过失 付出二三十年的代价吗 接着律师这边传来了好消息 经检测证实 马莎怀的的确不是雅各布的孩子 这样律师就可以攻击马莎的性格 让马莎失去一半的同情 自从雅各布被保释后 小镇居民对他们一家的愤怒愈言愈烈 大晚上的就有热心人跑来砸窗放火 然后边淘宝边大声喊着雅各布是凶手 小朱迪认为 这一切都是哥哥和父亲说谎造成的 雅各布也开始觉得 如果他消失了 或许对家人和权质的人都好 但说出真相父亲就有可能坐牢 父亲被他做了那么多 他怎能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 卡洛林理解儿子心中的矛盾煎熬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次日卡洛林向陪审团和检察官 说出的事情真相 不过他并没有说出是本毁灭的证据和凶器 律师知道后非常生气 他不是生气本格雅各布没有对他说实话 而是认为卡洛林的做法是对丈夫和儿子的背叛 卡洛林觉得他这么做是为了拯救儿子 律师让他收起那圣母原则吧 等到他的家人被打进地狱的时候 后悔都来不及了 本知道妻子说出了真相后 拉着儿子一起质问卡洛林 为什么要这样做 父亲二人都取得自己的做法才是对的 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第二天早上 雅各布离家出走了 正到处找事 警长过来告诉他们 雅各布去警局自首了 由于雅各布还未成年 供词需要由父母的签字才行 本作不到眼睛睁开着雅各布去坐牢 让雅各布再好好想清楚 雅各布很后悔 没能早点理解父亲对他的爱 但时光不能倒流 不过 现在是该他给家人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最后的挺身上 法官综合所有的证据和供词 得出的结论是 马莎的死并非蓄意谋杀 但雅各布也有明显的过失和逃逸行为 因此宣判 雅各布二级谋杀罪名成立 由于雅各布回污态度良好 判他关进少管所劳教不超过五年 两年后 雅各布表现良好被释放 本和卡洛林带着儿女搬了家 电影到此结束 道德要求没应该承担责任 但逃避和隐藏世人的本能 谎言是无法得到救赎的 新一流的自由 才是真正的自由 好了 本期就二集了 希望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